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聽說看星座預測的人 如果願意抽空看一下 本週其他星座的運勢 會發現每一個星座 都很適合你那一週的運勢 講得都一樣 就是他當然會講說 你這一週可能你財運會翻過來 然後事業會需要努力 可是比方說你是雙子嘛 然後你如果試著去看 一個天秤座的話 你會發現天秤座講得也很像 你這個人的狀況 所以今天很感人的就是 竟然有命理界的老師 願意來拆穿他們自己 然後來告訴明星們 就是怎麼樣面對這類的處境 對 那要來抱怨他們遭遇過 這些不合理的算命老師 給他們的建議的客人 一共有六位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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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位 不合理出現在是什麼 因為你不是個大明星鬼嗎 對 但是我經歷太多那種 裝神弄鬼的事件以後 我不一樣 我只記得他很久以前來康熙 他就說過節目收視不好說 他要拿錄影帶去拜... 你講出這幾個字你還... 拜電視神 你相信有電視神 我相信 人世間你只要相信他就有神 你每天拜他對不對 你相信他有神對不對 你說板子嗎 對 你拜十天以後 也會有板子神 那要幹嘛呢 幫你寫板子 他會產生靈性啊 那電視神 比方說我們希望康熙收視第一 對不對 播出的時候 你要在電視前面放一個香爐 然後三柱香 康熙收視第一 念六六三十六次 接著轉到對手台 就某某幾目 收視最後... 練八八六十四次 合天收視一報表收到 太神奇了 你最近是不是有在 我一直都是說收視第一... 是... 所以最近收視防標 就是詛咒別人的意思嗎 沒有...我後來喔 後來查閱了很多書籍 就發現說 不管是真是假 總之你相信他你有這個信念 信念是什麼 FACE F-A-I-T-H 當你有這個FACE 有這個信念以後呢 他會產生吸引力法則 吸引力法則的英文是什麼 有... Attractive 是吧 好 雖然我一直覺得 算命這件事情 有商量的餘地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呢 你去做心理分析 聽心理老師講的事情 也是歸... 跑不出幾大脈絡 是 所以想要循著一個解答 好像只要成脈絡的事情 就能夠回答了大家的疑惑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聽聽這兩位老師 太別不同嘛 對 你們...你們聊得來嗎 我們還滿聊得來的 我跟每個都很聊得來 對 沒有 像是在康熙跟人家發脾氣 沒有 那有時候 有時候已經激壓很久了啦 詹老師昨天要跟我講說 明天錄影 安格斯 他以為他是牛排啊 不是 有嗎 你也這樣講嗎 有一次 有一次他跟那個艾菲爾老師同台 他說艾菲爾 他以為他是鐵塔啊 你是不是很不習慣 他們取這些揚名啊 沒有 不會... 我們真的 我們過年 我們過年一起上節目啊 完畢之後還會寫那個Facebook 像我們還會寫給詹惠中老師 你今天鼓起有自己來公示一下 我今天真的 我可能走錯攝影棚 有點緊張 你有很害怕什麼事嗎 沒有啊... 我覺得我來這邊 就是來聽大師來那個開示 是 所以你是相信的人是不是 我算相信 因為我後來前一陣子 我自己有學 拜師學 妳跟詹惠中熟的程度 他不恐嚇他的顧客嗎 我覺得他是用比較委婉的方式耶 可是他有時候他很怪喔 有一次跟他一起吃飯 來那個貴婦 那個貴婦跟他說 詹老師 我好崇拜妳喔 妳幫我看風水好不好 幫我算個命 風水OK啊 妳住哪裡 我住天母啊 我那房子不得了了 3億啊 詹老師說 3億喔 還不錯啊 我飛地母也有一棟房子啊 然後剛剛貴婦就說好... 他幹嘛跟人家鬥9千 然後貴婦走了 我就問詹老師說 妳哪有6億的天母的房子啊 妳幹嘛跟她講6億 不是 天母哪有6億的房子 對 那我說妳幹嘛跟她講這個 我說喔 她就說 她們命理老師喔 每天碰到無數人 想要跟她們算霸王命 所以她霸王命呢 王八的 就是想要東問西問不付錢的 不付錢 對 所以她們這個經年累月呢 已經有這個職業本能 她知道那個貴婦也是假貴婦 我說妳怎麼知道人家是假貴婦 搞不好人家真的有3億啊 她說 3億的房子不算假吧 沒有 她說她如果看不出來 她是假貴婦的話 她就不配當命理老師了 所以妳跟我講3億 我就跟你虎爛6億 看誰會鬼扯 假貴婦是真的是假貴婦嗎 其實遇到一個故事 就是天母有一個 美髮店的老闆娘 她有7間...7間房子 找我算的時候 穿得是非常華貴 華麗有沒有 我排她指揮手術 我就告訴她 妳已經山窮水盡了 妳穿得再漂亮都沒有用了 她馬上暗然落淚 她後來賣掉了6家 玩股票慘敗 所以算命不要只看她的外表 就講她貴婦 在我面前 我是不可能被她騙過去的 第二個 是不是貴婦 談吐 相貌 氣質 指甲 對… 對… 他最近… 你最近行為局長 這樣變得比較誇張 他怎麼會這樣往前來 他應該就熟悉了 就比較不敢放肆一點 了解 三小姐頭髮剃短 是因為她要從秘密界郭婦人 轉型成秘密界張學人 對 那我暑假要出一個那個佛教舞曲 舞曲 舞曲 你是因為沈玉琳獨霸饒舌界 你不高興嗎 她那個歌曲滿好聽的喔 那麼...那麼...關聖音 那麼...關聖音 他是這樣子 你已經會啦 那我判給我的 是講真的嗎 真的... 可是你這樣會不會影響 你在算命界的那個... 因為我已經基本上 生活還夠用了 所以我就超脫了 不要講這個啦 不是 不要講這個 是說已經夠用 是走自己想走的路線而已 胡鬧就對了 不是胡鬧 那個米可白 他現在不講 他叫趙乃茵 他在趕乃茵 他在趕乃茵 你現在叫什麼 米可白 你現在是米可白了嗎 對啊 因為我後來發現 很像大家比較不習慣 趙乃茵這個名字 你好像也聽過人家跟妳說什麼 不要喝陌生人給的飲料 裡面會有米藥 對 這就跟螃蟹不要配那個是一樣的 這有什麼好險那個命理師講的 可是因為我也那時候 就我媽媽就帶我去 然後他就是一起算 算我哥哥 然後又算了我 那他那時候算我哥哥 他是有點算前世今生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那他那時候算我哥哥是說 我哥哥前世今生是一個仙女 在你隔壁啊 你是仙女 不是 他說我是法國的辣妹正妹 前世 你是假了吧 你現在也是吧 這是妳的 所以就是現在 就是因為前世的影響 所以就是這一世 也會長得比較漂亮 這樣喔 妳哥哥漂亮嗎 我哥哥長得像維銘哥 然後他下巴很長 比維銘哥還要長 但他不是漂亮 他就是動作比較慢 所以他就說 因為仙女的話 他動作比較慢 長得像陳維銘的下巴長的 那應該是曹代的吧 就是... 就這是... 就是他 金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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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非常有性格 可是他動作很慢 是我們全家最慢的一個優雅 所以生命師跟他說 妳哥不要吃陌生人給的飲料 妹妹她是先講我哥 然後講我說我18歲 尤其是在18歲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不可以喝陌生人的飲料 然後我想說 妳現在還是不要喝吧 對啊 永遠都不可以 沒有接到電話要匯款 也不能匯喔 對啊 小心喔 可是因為他們很認真跟我說 18歲這個期間 妳也要小心 不要隨便上陌生人的車 那個真的要小心 一人三千啊 給錢啊 沒有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跟我講 我心想說 而且他特別說18歲 說這個期間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18歲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可能喝到飲料會被 怎麼了或是昏倒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剛好上台北的時候 剛好也是18歲 所以我就自己買了一個飲水機 然後我每次出門都自己帶杯水 水壺 沒有 但是還是會擔心耶 因為想說要是發生什麼事故 然後我們家 可是他不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他把名字這樣改來改去的 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而且他會覺得趙乃茵 這個名字OK 他就是什麼意思啊 那就是有問題 對啊 他叫做趙乃茵了 然後他需要到節目裡面來 被大家開各種玩笑 才這樣這個名字 我覺得迷可白就是因為 這幾年名字改來改去 你改到磁場都亂了 對... 可是他不是婚姻很好嗎 這樣就好了 那好是他講的啊 沒有 那好 沒有啦 沒有啦 我不玩 只是就一般的狀況 這很多人常常說 你知道什麼秘密 難道這是您的自己本身 不是 真的很好啊 張惠中老師 有看過我老公 他說我們剛才獵虎 有沒有 他老公很溫馴 然後很有...很知書達理 我覺得很好 所以你當時知道 他叫什麼趙乃茵的時候 有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他旁邊的人 跟他煽動他 叫他改 然後他傻傻的就改 就改吧 試看看 已經夠好了 其實不用改 我也勸他不要改 因為當時 因為我在去年改了我的本名嘛 就是我本來叫趙淑婷 後來改名叫趙義萱 然後我就拿了這個名詞 去給一個新的老師看 然後那老師看了就說 你會有疾變 然後我想說疾變什麼意思 然後他說有可能 我這一秒跟你聊天很開心 然後下一秒 還是素病 還是素病 但是有可能就是 你這一秒跟他好好的 下一秒你就有生命危險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這麼嚴重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那感覺要改個名字喔 所以我就改了趙乃茵 所以只是那個人的這一句話 你才改名 還有一些 你說即便是說 你這一秒跟這個人很好 巨變啦 巨變 巨大的變化 巨變 巨變還聽得懂 從來沒有人講極變對不對 樹變 對 樹變 因為照理說你米可白的 這個生活不是過得還滿好的嗎 對啊 很好啊 妳結婚是在米可白這個名字 對啊 因為他就看了 然後說我 又說我孕不好啊 然後有可能會衰15年 我想說 蛤 衰15年 妳都去看些什麼老師 什麼講話這麼重啊 而且妳有覺得自己孕不好嗎 不然妳幹嘛去找老師 因為沒有 我就剛好 就想說試試看好了 就是剛好朋友介紹一下 無聊我就去這樣 所以會覺得是一個機緣 就是妳會覺得是一個緣分 剛好遇到了 剛好朋友介紹 剛好對的人跟妳講這個事情 第一段我們就準備了 阿本情是法國辣妹 巧玉康永的古典美女 我上一輩子我是法國辣妹 然後我這一輩子的守護神 是我法國辣妹的朋友 我看你也是 你剛剛整個話 會一被人家拿去網路上重播 你好像 每個人的守護神 都是跟自己前世或是今世 有緣分的人 譬如說我如果跟康永哥 我們的守護神是有緣分的 然後我就忍不住會想要幫我 所以妳前世應該是古典美女吧 對 妳說 妳就是熟悉 會到法國辣妹 然後會到法國辣妹 然後會到法國辣妹 像我在出第一本書 大概十二年前 出第一本書 我覺得我的本名叫王中平 跟那個演戲的一樣 我遇到 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遇到一個就姓名的 他跟我說 妳的平字啊 一隻腳站不穩 中字 一隻腳站不穩 所以要改名成王頂 頂就是四隻腳 所以站很穩 那我覺得這名字不像我 可是那個時候 我出第一本書運氣是很好的 可是心裡有疑惑 所以我想改 就跟妳剛剛米可白 想改名的狀態是一樣 一改就變動了 結果我沒改 有好好的到十幾年 我到現在出十七本書 你比詹老師還出兩本 出十七本 對... 厲害 結果算從詹老師說 有出書的才有 因為他都跟妳講農民地以後 他一直在哭成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才來到之外 然後講他出過之外 而且他們兩個是不是 有在比誰的動作比較誇張 而且除了講他出書比較多之外 他這樣會害得王中平 現在看這集很不愛玩 就是他叫這個名字叫那麼久 怎麼辦 站不穩嗎 其實那個站不穩 其實站還滿穩的 對你們最喜歡的人 就是像米可白這樣 沒事就想要去算一下的人吧 沒有...我喜歡那種頭腦很好 我講義他能夠舉一反三的 而且聽我算命一個原則 你什麼話都不要講 你講我反而不高興 還有在我的工作室不要哭 氣場會哭衰了 很多算迪師喜歡你哭 哭他就可以修理你 帶你的心靈痛處 砸你 插針 在我的算命絕對不能哭 然後趁虛而入 對 所以很多不孝秘老師就會這樣 他說我要幫你改運 你怎麼幫我改運 對 他說因為我有 什麼 妳是在太陽唱嗎 我講真的 那個前陣子不是社會新聞有嗎 那個... 那個命理老師那個解采解釋有沒有 這要非常迷信跟蠢的人 才會相信吧 沒有 我聽到的是一個 香港的社會新聞 是真的有上新聞 然後她就是一個女模特兒 她很想要接到很多的工作 她就去找命理老師 然後那個老師就是 俗稱她有金剛蠢 然後她每次跟她做的時候 萬一她講的是一根認真的金剛蠢 沒有... 她每次跟她要就是 進行 對 進行的時候 都是把她帶回家 然後她的老婆跟小孩是在客廳 他們就在房間進行 好誇張喔 沒錯 後來為什麼會 所以她太太知道嗎 知道 小孩也在外面 然後後來為什麼會 就是上社會新聞 是因為那個女生懷孕了 這個事情就爆發出來 是香港的社會新聞 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很多傻女孩真的相信 相信被師傅處幾下以後 能夠進化她 跟相信 而且有時候可以走的那種師傅 她有別的女徒弟 就是女徒弟會跟女性這種說 游睡 對 就是幫忙睡覺 叫女生放下心房 對...所以她會覺得說 好像真的有用那種感覺 那應該是人生真的是 走到很糟的地步才會變這樣 當時法國辣妹跟我們中文說話 妳再來幾句啊 為什麼 妳法國辣妹叫什麼名字 她沒有講她的名字耶 可是她是說 她是我的那個上一輩子的 上一輩子我是法國辣妹 然後我這一輩子的守護神 是我法國辣妹的朋友 所以我們要重視我們的守護神 她說我之所以會變得有點 像以前在幫幫她 妳不是念完大學了嗎 念完了 我看妳也是霧霧邪道啊 沒有 我沒有 我那時候 妳剛剛講這個話 唯一被人家拿去網路上重播 妳好意思啊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我很 我在那個當下 我都會很容易相信 我就是很容易入戲的一個人 就譬如說像那個艾美姐剛剛講 那種進去我就會覺得 那既然遇到那就花錢消災啊 那如果我花了那個錢 她是騙我的 我就覺得我學了一個經驗 可是那好歹她也跟你講 一個法國的神明吧 她跟你講法國一個辣妹 沒有…她說法國每個人的守護神 都是跟自己錢士或是金士 有緣分的人 所以她說她是跟我有緣分的人 譬如說我如果跟康永哥 我們的守護神是有緣分的 康永哥就忍不住會想要幫我 譬如說我守護神 如果跟小孩子姐 譬如說我覺得我守護神 比較比妳的正或什麼的 我們就會不合之類的 妳說 妳說西西 遇到法國阿妹 然後想說 還不見過啦 還不見過啦 但是因為我也遇過有一個大師 說過我 妳前世是一個公主 我也很願意相信啊 妳隔壁那個 不是前世也是公主嗎 她不是 她是仙女 我是公主 她哥哥是仙女 可是因為我們家有那個姓三太子 然後有一次三太子就跟我 看著我跟我老公說 我跟我老公前世是 那個神明下面的金童玉女 OK 我想應該是吧 我是被我... 然後妳是後來被燒掉了 太犧牲了 但我後來... 妳說 但我後來有遇到一個 是我真的就有醒來的 就是它也是台北很有名的 一個算塔羅牌的 就很多人都會去算 甚至很多藝人都很相信 北安格斯有名 幾個字啊 我不能... 我就講故事就好 因為那個故事還滿精爆 可是我想聽名字啊 對 因為那個... 應該是樂言吧 那時候我... 或是網品之類的 還是沙朗 頭牌類的沙朗 該不會是菲力吧 真的 那時候我算過之後啊 我就覺得其實還滿準 因為那時候我工作不是很順 那時候就工作整個 一連串都很不順 那時候我還有一陣子 去上小燕姐節目 還放小燕姐歌子這樣 然後那時候塔羅牌老師就說 就跟我講一些建議 然後我就覺得很準 果然關鍵的問題是出在 某一些人的協調身上 什麼建議 就是某一些人 我其實都沒有講太直接 他就說是某一些人的問題 順便的工作人員那一類的嗎 這件事 Ending 是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好像滿準 可是過沒幾天有一個 因為我是讀廣電系的 所以很多記者朋友 都是我以前的同學 然後有一個記者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聽說你唱小燕姐節目 放人家歌子 我說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幾乎都沒有講這樣 然後我以為他是從製作單位 那邊聽到 結果後來我就逼問他 我就說你不要寫這個 因為真的很糟糕這樣子 然後他才跟我說 他其實是從那個塔羅牌老師 那裡聽到的 然後他是每個禮拜 他故地會去算一次 但是他算的內容 不是問他自己的事情 他是問他算過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怎麼會有那麼糟糕 你說這個塔羅牌老師 專門告訴記者 他算過的事情啊 對 結果後來我同學 他就來跟我講了一個 就是有一個很陽光正面形象的女性 然後去算 然後算他墮胎的事情 然後那個塔羅牌老師 還把這件事情講出去 然後後來我就 後來我覺得太糟糕 然後我在某個場合 有遇到那個女性我就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講 然後我就有暗示的跟他說 你是不是 我想要知道到底是真的 我想你是不是有去那裡算命 然後他就說 對...他常去那裡算 然後我就有用另外一種方式跟他說 我就說我就講我自己的經驗 我說盡量不要再去那邊算比較好 其實因為我認識阿本四年 那其實我跟他說 因為阿本是一個... 他是一個感性的 他情緒很多 那其實你在命理師的前面 不要第一時間露出你的情緒 因為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你很容易在第一時間 我什麼都還沒問你 他跟阿本認識四年 然後他說阿本情緒很多 然後我們大概大概每半年 因為我每次只要跟安格斯老師聊天 就我也很容易入戲 所以他從那一面前 他在你面前哭什麼的嗎 那都沒有 但是都在節目上 每次節目後就會聊很久 知道他這一段去怎樣 但你會發現說 如果一般的命理師看到他 我覺得會很容易的 在第一時間 抓到線 就抓到人的東西 所以你說如果一般人 真的很愛找命理師 首先的條件就是說 一進去就立刻沒有表情 對 我覺得沒有...對 沒有表情 然後吃冷氣 然後一起再把臉罩住就好了 不是... 快速跟他講一下 你去算命的時候 千萬被攪置命盤是你自己的 請問那塊牌子的底部 是有印張偉忠三個字嗎 有耶 不是我以前 是超不好的浮水印的概念 謝謝... 千萬被講你自己要算的 OK 第二個 你在算的時候 不要說是自己要算的 因為你要知道 因為他有些算命師傅查言觀色 看你穿著 可是你是不是一走進去 你說我是要幫我的叔叔算 他就不理你了 不會 你付錢就好了 那什麼關係 沒有 可是有一些是你走進去 什麼都不用講 他就本來一聲講出來的那種 那個 那就是 那我要跟他學習好不好 他會如莫名其妙爆紅 沈玉琳確診劍拔 碰到很準氣味香腰的 然後他就說在你20... 200幾年的7月的時候 你會莫名其妙 而且他還講莫名其妙的大夫大夫 後來呢 我就是拍了那個 《男人幫》的封編那個雜誌 突然之間一戲就被炒說什麼 就是性感女神 莫名其妙啊 這就比較古的 沈玉琳的Rap 才就是莫名其妙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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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不要講替自己算 對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性 OK 我花錢是來享受你 給我多一個推論的 然後不要全家人 一次就五個命牌給你算 也不用 你先算算看你的準不準 在下加碼 Yes 第三個就是我說 有很多人說他幫什麼 誰算 誰算過 其實都是吹噓的 真正達官顯貴 他自己不會去算命的 都他老婆 兄弟姐妹 帶命盤去算的 因為那有錢人很奇怪 他一次帶三張命盤 讓你去推論 他會看你的判斷準不準 可能A命盤已經死了 B命盤是殘廢 C命盤是他要算的 他不差那個錢啊 看你功力到底到哪邊程度 等於是考試你知道嗎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之前有去算一個 好 我等一下回你這邊來 要去算一個 就是想要算我的藝名 然後我就去請教那個算命老師 他就跟我講說 某某藝人啊 就是我幫他改名的 然後改名以後 大紅大紫 然後還出唱片這樣子 結果好死不死 那個藝人是我的同學 高中同學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真的是給這個老師算了嗎 他就說不是 完全不關注 他們會拿別人的判斷過來 給自己用 他有一個更惡質的 我的客人 我剛剛看風水 他怎麼跟我說你知道 這真實故事喔 他跟手交叉是什麼意思 有一點憤怒 我們現在戲劇張力太強了 不是 安德斯也很誇張啊 真情流露 那個客人告訴我說 某某老師說你是他徒弟 我就把他的聲音錄下來了 把他這個客人的聲音錄下來了 你有請他再講一遍嗎 再講一次 然後叫我律師跟那個老師講 你再亂講我就真的要告你 那個客人願意被你錄下來 願意啊 因為他沒有說謊啊 對 那個這邊有一位明星說去算的時候 算命師說你早一點來算 爸爸就會...是你 對 所以是剛剛那同一位老師嗎 不同 所以你常常遇到不準的老師 我十次大概八次都是不準 所以你是很愛算的人 我很愛算你 你是上網徵求不準的老師 沒有 但是都是朋友 就是也是演藝圈的朋友帶我去 對 人家說準 結果遇到你就不準 對 然後那次是我就是去算 就是算全家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爸爸是家裡面的知足 然後他非常疼愛你們的家人這樣子 我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很準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最近要注意你爸爸的身體 因為呢 他有一個劫難 就是他會...會得癌症 所以呢 我們需要幫他辦一場法事 幫他化解他的在餓 就準備要收錢了 對 然後呢 就是...就是用... 就是回向給冤親再主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我爸爸已經過世了耶 然後他就看錯我就說 他就說 好可惜喔 如果你早一點認識我的話 我就幫他化解掉 你就沒有事了 你爸爸就不用接受 這麼多的苦痛這樣子 那他是什麼病過世的 我就說 老師 我爸爸是意外 然後他看著我 他不知道他講什麼 結果 解哀 所以他...他自己也就 後來就放棄 對啊 因為我爸爸根本就不是 生病過世的啊 像他剛剛這樣子 你講完之後 他告訴你一個跟你所判斷的 完全離譜的一個答案 我有時候也會遇到這種狀況 那可能他... 我會把他的時間 再往前移或往後移 對 可能媽媽有講錯了 我幫你再免費在前後調整一下 你說他的命盤本身給的數成就不 因為你們有自己給自己台階下 也不知道 我們是很認真目的 對... 不是啦... 不是啦 有時候說媽媽叫 公雞叫你知道嗎 公雞叫那個秋天還夏天 大家抓... 我們是服務 希望他準能夠找到他 媽媽發出公雞的教訓嗎 媽媽生日的時候 如果假在叫 夏天的時候 那夏天公雞叫大概是五點左右 是 他們用這樣猜的 大約的 媽媽生的時候公雞叫 通常小孩子問媽媽 媽媽我幾點生的 媽媽也記不得 生日的時候就是公雞在叫 所以公雞叫大概是幾點 大概...如果夏天的話是五點 如果冬天的話大概七點 幾點會差一點 你聽那個人知道嗎 你要說什麼 我覺得圍言聳聽這件事不能聽 因為圍言聳聽常常會被命理師 放在第一句話來講 就是當你進來的時候 我先跟你講了一堆啊 他們說有一個人 就是專門只要是女生 他就立刻說你是不是剛墮胎 然後很多時候就會 你就會很大對不對 那看我跟妳說 如果這個問題我問妳 也是我 不是耶 妳怎麼說進去問這些有的嗎 所以妳一進去那老師就說 這是我 就跟妳說妳來墮胎 不是...我高中同學他去算 然後呢 他就是 因為工作不順他就是算命 那他問事業 他就...當然是因為不順利 才會去問事業啊 然後那個老師一看到他說 他要問事業就說 你最近事業非常不順利 原因是因為 你後面跟著一個小女孩 你最近是不是有去做什麼手術 那他就剛好被講中了 他就心虛 他就說對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化解 那他就說 你要就是也是要花錢 然後去跟他的祖宗排位請辭 就說你已經不是他們家的媳婦了 要杜化那個英靈 對...然後杜化英靈這樣子 然後他做完了以後他就... 他就介紹了我們另外一個同學 所以只要說你背後跟一個小女孩 通常都會準嗎 不是 就是看剛好他那個Case 你只要會講說你是不是剁過胎 就臉就會僵掉啊 對...剛好他就是被他講中了 那你如果硬講你沒有剁過胎 他還是有辦法說 有時候是留掉你就不知道 對...但是重點是 他們家的小女孩真的剁在你背後 重點是他介紹我們 就是另外一個同學去 因為他覺得非常準 就是他可以算出他有剁過幾個事 對 然後那個就是我另外一個同學 他是從來沒有交往過男朋友的 就是他是... 傳說中的Virgin 對 他是想要詢問說他什麼時候可以 才會有 對 有就是對象 對 結果他看到他 他也說 我告訴你感情路這麼不順 就是因為你後面跟著一個小女孩 對 這是他主打的那個slogan是不是 對 你後面跟著小女孩 對啊 就是十個總會有八個 所以你看 精簡的說 當你面對面也是 你講得那麼一場串故事 他的關鍵就是最下面 一直找你聊天套話的不可信 那你這個不然你找玉琳哥 他可以聊更多 你應該讓他先說 好 讓他先說這一點是對的 不過呢 其實你要適時的你打斷他 你打開他 你打開他 但後來打開你的嘴 其實這樣 因為女師手中啊 EQ要很好 所以譬如說當你 我沒有看見這件事 你這樣會中EQ超差 譬如說那個角色就是 可是我遇過一種是那種 就是他是真的很厲害 然後看得出來的 就那時候有一陣子 我也是工作不是很順這樣 沒有耶 傳出到現在 你現在很順了沒啊 我光聽你講話 現在有稍微好一點啦 阿本喔 我光聽你講話 你就改名字了 你人很謙虛 也很善良 但那個本有點加個有點笨 我不覺得阿本笨耶 沒有 我其實真的都會 去推理或幹嘛 可是我現在真的有變聰明 現在我找的那個老師就是真的 我是像人生的諮詢 我不是真的要去信一個什麼東西 這樣 但以前我是真的會笨笨的相信的 像那時候我是去那個 他是在...就是有一個算那種 他是看你說以前種過什麼葉 然後你可能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現在要去把它化解掉 然後你可以一起去共修 然後把那個把它修好 所以那一陣子 其實我覺得還滿舒服的 然後就是會去唸一些經文 共修是剛才講金剛... 金剛廚 完全沒寫過 什麼啦 真的嗎 然後那時候去唸那些... 我現在還背得出那個 就是那時候有一陣子 工作比較忙 我就沒有辦法去那邊一起唸 然後他就說你要回去 盡量去唸那個經文 我現在還背得出來 然後後來我就是跟某一個老師 聊到說 我有在唸這個經文啊 可是運勢還是很不好 然後我就唸給那個老師聽 那個老師才說 這個經文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跟我說 是觀音靈感真言 結果他說那個根本不是什麼 觀音靈感真言 就是他是唸了會讓你的運勢 是讓那個地方的人是更好 會懷孕的經文 有的人是唸錯 那個Home In My Baby Home 我一個朋友唸了兩年運勢很差 都唸錯了 因為他一直把他唸成Anybody Home 真的嗎 那個Anybody Home 他是唸到空中音那個老師 對不起 你是希望我找你巴掌嗎 那個老師是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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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西藏修了幾年以後 我讓你... 沈玉琳 我讓你講一件 比較有意義的事情好不好 好 等一下告訴阿本說 你一走進去還沒有開口說話 那個人就能夠說出 你的一切事情是有原因的 阿本 我要告訴你 人世間這種太... 那種凌空的 太懸的東西 依照聽大哥一句話 大哥二十年來喔 接觸 我是大哥 我就出了 我以為是誰人 好 沈玉琳規曲的酸病故事 康遊協會神哭笑不得 你願意發覺聽到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太重了 這個故事是最後的故事 沒有 有一年就有人告訴我說 那個命令老師是個高人 如果你想要見你死去的親人 對不對 我就說要找爺爺 誰喔 誰早安 爺爺 安安 不要 安向你 安就向你爸爸 好痛 好痛 我快要請你回家囉 安安安安 出道要晚安了嗎 晚安安 好痛 謝謝瓜哥 差不多十幾年前 我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永和有一個鐵板神算 相當之厲害 那個喔 大家都要跟他預約排隊 要在一個月以前喔 你臨時去他不去 一個禮拜前他也不要 收費多少你知道嗎 六萬 那之所以能有這麼經驗的收費呢 就是說因為就是很準嘛 而且呢 在算之前呢 因為他是鐵板神算嘛 在幫你算之前 他還請你吃鐵板燒喔 好啊 反正我們不是講好 要講有異異的事情嗎 不要這樣講 好啊 你自己看AV發力後 我怎麼哭 他就是想講錢的事對不對 那我就問我 你有一本 原本是你看一下鐵板燒神算 你看有沒有人要送你嗎 我覺得我這個朋友說 多準啊 是能多準 然後沈兄 我告訴你喔 如果講你未來有的沒的 那當然也許可以信口開合 可是他一坐下來就說 什麼資料都沒有喔 他說只看我的臉喔 你哥哥52年次 其實不好耶 你們兄弟的感情應該還要再... 再磨合一下 你爸爸 今年也80歲了 然後他說那你上面那兩個姐姐 給你家庭的成員 他甚至更厲害到 他甚至連你爸爸的名字 都講得出來 然後你當時不是名人 對 那他跟我講以後呢 我就覺得這一定要去 這簡直是先人了 那所以呢 我也是在一個月以前就預約了 很期待 然後就繳了那個錢 要先交嗎 要先 你要先匯款給他 他不接受那種說看完了 不准我不要給你錢了 不行 你就是要先匯款給他 然後就開始聊了 你們家是玉智貝的 我這樣嚇一跳 玉智貝的 我叫沈玉琳 你也許知道我叫沈玉琳 但是你怎麼會曉得 我哥哥叫沈玉芙 我姊姊叫沈玉琳 你怎麼都知道 你姊姊叫沈玉琳 琳 王令那個琳 對 因為你爸媽這樣叫起來 不是很容易就是... 沒有 小時候我同學說 沈玉琳... 我姊姊以為她南無風有來了 趕快噴箱子 你看 出去啦 你紅錢 對 可以回來講另外一塊吃嗎 對 然後... 然後接著她說 你爸爸...江蘇人 我爸爸哪裡人你都知道 我跟你講 前五分鐘你已經整個被她震懾住了 她後面講什麼你都相信了啦 也許有一些不合理念 你也都相信了 你覺得她講得這麼神準 你知道嗎 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她為什麼什麼都知道 因為過沒多久 那時候有一本那個雜誌 就是那種八卦雜誌 不是一週刊 另外一本八卦雜誌 就他們記者呢深入去探訪 發現說她為什麼都知道 她為什麼要一個月以前就預約 因為她一個月以前 收了你的錢以後呢 她跟各地的護證事務所呢 暗中勾結 她去買護證事務所的資料 她把你們家的戶口名簿啊 Copy一份出來 那健康狀況怎麼知道的呢 他們更厲害喔 健康狀況 她不會在第一次的時候 就跟你談 因為她沒有資料 她一定是跟你談了一次兩次 已經收過你兩次六萬以後呢 來開始建立你的信任感了 然後開始會東問西問 套一些你的相關資訊 她呢得到資訊以後 她去跟醫院呢 她連病例都會 她都可以買 所以她要六萬啊 那六萬裡面大概有兩萬的話 再買這個護證就要啊 所以這都是違法的事耶 對啊 是違法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那別人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手法 只是妳不得而知而已 而且現在上去... 現在上去Google更方便啊 Google她的資料是不是 有碰到很準是一位香港人老師 因為我那時候 在香港待了兩年工作 然後我最後要回來的時候 電視台就想說 那請那個蘇大師幫我 就是預測我未來的工作慾這樣 她是說 在妳二零... 二零零幾年的七月的時候 妳會莫名其妙 而且她還講莫名其妙的大紅大紫 後來呢 我就是拍了那個男人幫的封面 那個雜誌 然後同時之前又拍了一個內衣廣告 那剛好這兩個東西是同時間 出現 露出 所以就突然直接一戲就被吵說什麼 就是性感女神 可是這不是莫名其妙啊 莫名其妙啊 這就是妳有拍雜誌跟廣告啊 對 可是問題是她的意思 不是 對 就是以前妳有 沈玉琳在Rap才是莫名其妙 沈玉琳的戰爭就是這樣 妳有說 因為可能比如說拍雜誌 對我們來講 她不是一個很特別的工作 她就是一個很平常的 所以妳從來沒有想過說 妳會因為拍一本雜誌 然後突然間 那是因為妳漂亮 然後妳那個身材好 這些都是有原因的 請問妳有在米可白身上 看到她是鍾楚紅這件事嗎 真的喔 妳碰到一位老師說妳是鍾楚紅 她不是一個老師 然後我就是跟我媽媽 她認錯人意 有老師瞎子嗎 我有去高中的時候 跟我媽一起去彰化的一個白馬寺 然後很大 因為她們就會跟她一起去拜一拜 那我們當初是想說 那邊有一個很有名 叫做浮水觀音像 然後我們就去拜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很像是老師還是主委 或者是助詞這樣 然後一看到我就說 我覺得妳有一天會跟鍾楚紅一樣 我想什麼意思 她就說妳會進演藝圈 然後我就想要 應該是開玩笑的這樣子 但是我想說怎麼可能跟 可是妳不是說妳從小 就想進演藝圈嗎 對啊 可是我 根本是覺得不可能啊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度想說 我希望我自己有明星夢 然後問過老師 老師都跟我說天方夜譚 說不可能 然後我就自己想說 自己去拍宣傳照 所以我大概15歲 14歲 就去拍宣傳照 然後那個什麼 攝影師還不幫我拍 因為我那時候又胖又醜 然後那個 下次可以拿照片來給我們嗎 好 手臂超粗的 然後我一定要擺個姿勢 寫毛筆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這個系列就是 14、15歲的時候 想不開所拍的照片 所以我那時候就帶照片 想要去應徵 然後都應徵不上 所以我就想說 應徵什麼 就是想要投履歷啊什麼 有就是一些展示台 對...然後都沒中 所以我想說應該不可能這樣 所以那個助詞很厲害 一看你就知道 妳有鍾楚紅的成績 不料後來變成鍾雲成 鍾雲成 鍾雲成 小鍾的本名 你這個笑點太深了嗎 對... 對... 當藝人老師可以聊天而已 你願意花時間聽到這個故事嗎 你的故事厲害了 這個故事太緊張了 我們要讓這個故事 做最後的故事好不好 沒有 我講的任何故事 都是有正面的笑話的意義 就最後這個故事 不要岔皮喔 直接進入故事中間 我經常講故事本身啊 都是有教話意義的 我為什麼坐在這裡的立場始終 因為我聽他們講的這一堆 是 那因為我有比你們更多的經驗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假的居多... 有一年呢就有人告訴我說 那個命令老師是個高人 他不僅能夠算面相手相 同時更可怕的是 他可以坐在他的位子上面 然後如果你想要見你死去的親人 對不對 他可以讓那個親人附著在他身上 這個所謂的高人喔 是男的 他身高大概150幾公分而已 然後也有點鮮瘦 然後呢坐在椅子上搖頭晃腦 因為還沒開始嘛 要喝了 喝幾杯酒 喝幾杯酒以後站起來 砰 那腳一抬下去 整個會場震動 那大家就受到驚嚇 覺得說這個厲害... 等一下送車喔 好... 好快要請你回家囉 還沒... 你剛才動那一段我已經就是... 然後就開始了嘛 我跟你講 第一個...第三個那個... 那個信眾的事情喔 都把我嚇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他坐在那邊對不對 然後突然... 然後感覺有人附身這樣子嘛 然後接著他就翹腳 然後做出一個抽菸的動作 他是一個60歲的老人 但是卻能夠發出 那種年輕人的聲音喔 他說誰啊 誰找我啊 幹嘛 無聊 然後坐在我旁邊 就有一個媽媽的樣子喔 就走出來了 阿果...媽媽來找你啦 你找我幹什麼啦 無聊 然後媽媽就說阿果 你過得還好嗎 好什麼好 沒有妹 怎麼會好 沒有妹 那個媽媽都有燒給你耶 你燒那個又醜 都穿衣服 祝大家晚安了嗎 他是不是這樣就很驚人了 是 怎麼可以這樣 對 然後接下來就又有一個人 就一副真的 他就一副那個阿公的樣子喔 然後他就說 淑芬啊 淑芬你又來找我了喔 顯然這個叫淑芬 一定來過好幾次了嘛 就有一個像孫女的樣子就出來了 爺爺 爺爺 我又來找你了啦 你最近好不好 怎麼 本來還不錯啦 現在不太好了 沒人幫我洗衣服 這樣啦 我要把你奶奶帶過來 那個旁邊的那些助理們 都大驚失色耶 不行喔...陰陽兩格喔 那個人家他奶奶 現在活得好好的 你不要給人家帶過來 那都很真實喔 OK 好啦 那輪到我了嘛 那我的心願是什麼 是我爸爸從大陸來台 那我這輩子沒見過 我爺爺長什麼樣子啊 那我先想說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喔 我花再多錢 我都要請他來上節目 好啊 那我就... 請那個高人啦 他還提問你說 姐小爺 你早回家 對 你早就早回家 如果這個高人是真的的話 我就要請他來上節目 好 那我就說要找爺 然後他那個樣子 那個長者的那個樣子 開始開始出現了 睡啊 睡早安 然後我想說 這個大陸口音嘛 然後我就... 是你爺爺 我就說 爺爺 安... 宇玲啊... 宇玲 宇玲啊 安好像你啊 他講這個時候 因為那個縫委讓你們 不好意思笑出來 可是我一直很想笑 因為安像你 然後我想... 我心裡在想說 我看你還能夠演到什麼時候 我就說 爺爺 那你過得好嗎 安過得好 安都升天啊 怎麼搞得好 我自然忍不住 人都要... 然後我就笑出來了 為什麼要笑 為什麼呢 並不是所有的外省人 都是山東人 我爸爸明明是江蘇人 我這一輩子也沒有聽 我爸爸講過一句安 那我爸爸一直講我啊 那我爸爸是江蘇徐州 怎麼他爸爸變那麼安啊 安去的啦 好 那我只是笑 有點不端莊 那我還是忍住 聽他繼續講 然後他一直叫 宇玲...宇玲啊 宇玲啊 要記得啊 跟你爸爸講 那個...我走的時候啊 有一個戒指啊 沒有一起陪我這個下葬 一定要記得喔 有機會回老家 把那個戒指拿出來喔 再重新幫我埋進來 有沒有在庭啊 然後接著他就開始穿幫了 你知道嗎 他就說宇玲 妳有沒有在庭 然後就講一大段對不對 講完一下 我說 好啦 那爺爺也該回去啦 林玉啊...爺爺要走了 我變林玉了 不要記不住他 我變林玉啊 我說宇玲... 宇玲啊... 要走了 他更妙的是說 因為我跟他聊了幾句 他知道我是製作人 他就希望 還是有機會能來上節目這樣子 那個一個禮拜以後 他們的信眾跟我約在KTV唱歌 原本我說 因為他信眾約在KTV唱歌 對 因為他們告訴我說 大師也會來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設一個局 希望我跟大師多互動 然後有機會 變熟了 變熟了有機會讓大師上節目 對 那原本約好我9點要到 但我那天事情提早結束了 所以我就8點 也沒告知他們我會找到 總之我想說你們都在那裡 你們7點就在那裡唱歌啦 那我就去OK嘛 所以他們不曉得 你知道嗎 那個大師從頭到尾就說 他的本尊喔 因為他大字不是幾個 他是有天命的 他一句國語都不會講 他除非是上身的時候 那個人附在他身上 他才會講國語啊 講客家話啊等等的 他是平常的 他一句國語都不會講 你知道我那時候 八點到喔 沒打開 我看到什麼荒謬的事情 因為他們沒人知道我來了嘛 我們打開一個縫 我赫然看到這個所謂的大師 一句國語都不會講 在那邊唱歌 然後我單邊想說 他不是不會講國語嗎 然後等到那個信眾看到我的時候 他有人過去拉那個大師 賣酒啊...來啊...來啊... 然後我一進去那個大師 大經事就把麥克風弄掉 你來了喔 你好... 就傳幫了... 所以你後來有沒有請人家上 他累不累講完這段故事 對 三月... 三月底 時間是詹老師算的嗎 對 他原先拿了別的時間 後來我跟他修正一下 會更好 是 他一定很重要的是就是 尾牙的時候 詹仁雄說 拜託康熙的粉絲內地的 不要找他算命了 他受不了了 因為算命的是詹惟忠 不是詹仁雄 對 他覺得 唯一我擠爆了 說你幫我看手下面相姓名 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累了 我們送他們回家 對 謝謝各位